在大甲妈回轮途中一名黑衣男子 被一群白衣男子包围 而且还有拉扯推击的情况 那么甚至呢还被殴打 拳脚相向 那么其中呢这名被包围的黑衣男子事后控诉 这个带头打人的 也就是画面中没有戴帽子 背前背包的那一位 就是大甲分局的远警 那么事后报警 他还怀疑警方吃案 那么根据了解这群的案件是发生在 大甲妈绕境的时候 当时回轮已经回到大甲市区 竟然爆发了这样的冲突事件 那么被质疑警察打人还吃案 大甲分局上午也出面做了回应 那么警方目前是回应当天远警 敌翅有到场呼叫 因为接获有抢教闹事的情况 才会赶紧到现场维持秩序 那么警方承认有动手 那么甚至还说呢是因为对方先动手 他才动手 所以确定警方有打人的情况 那么接下来远警会不会被逞逐 以及究竟有没有吃案 目前呢大甲分局还要进一步理清 以上就是来自现场的最新情况 将时间交还给彭内主播